昭华县部分农地遭重金属污染而列管 受公告为污染控制场址农民的农业耕作行为受限制 因为符合实际从事农业生产 即以农作维系生计两原则而遭到农保审查退保 县长魏明谷、立委黄秀芳等名义代表深知农民之苦 积极向中央主管机关反映 8日下午在河美镇农会召集农民持被告为污染控制场址的农地 申请参加农保权益说明会 我们是想要吃 我们的农地用污染是想要吃 不是说我们没吃 是广播室说我们不可以赠 不可以再赠着 那我们也算是商店的商店 就算是百商店 现在说我们农保有的人出销 实在是很不合理 因为我们不可以赠 是广播室说我们不可以赠 给我们列管 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回到我们的团队 回到我们农保的团队 所以在这里大家有什么看完有什么声音 尽量提出来 才让我们出席这些团队来做中央的打扮 我们农委会会先颁布一个 用一个汗 用一个汗来改水 比较 農地去逢秩序的这个礼 先让所有这在座 有受到影响的農地 三岗的反送情 三岗的反送情先来处理 農地这点要拜祭新博给我们支持 拜祭新博给我们支持 第二点我们这个汗穿下去之后 我们的整个减突 我们的农保组绩的心杂办法 因为那个汗 刚才可以有明示的效果 有明示的效果 因为整个 以后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有可能啊对吧 所以 整对这个方便 我们农委会 整对这方便 来修正我们的农保的心杂办法 以后 还是说 要不发现 如果不离开这个状况 我们再来用这个 加上一个条文来修正 受污染地的农民 分别陈述新生生货同感 且受公告为污染控制厂指农地 非属农民的自愿性 所损及农保被保险人 权益将向中央争取 这个通知就是说 农地受污染的这个农民 农保 逐渐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请农委会副主委 还有来政部的这个科长 以及环保署 还有为管长很关心 管长刚才 也针对这个部分 要求农委会的这个副主委 就是要保障农民的这个企业 现在目前农委会这边也已经大言 现在我们受污染的农民的资格 会全部恢复 所以我们的农民就不用去烦恼 因为我们的农地受到污染 农民的主角会丧失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将立即着手检讨 从农民健康保险认定标准 及资格审查办法 增加因此情况暂时无法跟作的特别条款 彻底保障以在保中的被保险人权益不受影响 农委会也特别强调彰化线控制污染 长纸细为重金属污染 并非葛污染 食用的稻米皆为残留 民众不用恐慌 公益频道林俊明和美采访报道